每年飞一万三千公里相限,在妻子生孩子后离开。如此负心汉,却有时机一人喝彩。 陪伴看似容易,却最难的,陪伴看似廉价,却最珍贵。 多少爱情,在匆忙的生活中优失了颜色,陪伴变得奢侈,又太早地决定放弃。 有这样一对恋人,他每年都跨越一万公里去献心爱的他。这习惯,一坚持,就是十六年。 他生完孩子,他又要离开,直到第二年,他又义无反顾地回来。 全世界翘首以盼,争相记录这爱情的忠贞不渝。 这个美妙的爱情故事,发生在欧洲克罗的亚,一个叫Slawiski Grav的小镇子。 这里山清水秀,人节地灵,气候宜人。 更是吸引了很多鸟儿在此栖息。 1993年的一天,一只美丽的白棺从天空中跌落,此时,一位名叫Slawiski Grav的老人,经过,发现他受了重伤。 一只翅膀被猎枪子弹击穿,于是把他带回家悉心照料。 他活了下来,但是翅膀却留下了伤残,再也无法长途飞行。 Slawiski Grav在家里为他搭建了一个小窝,为他取名玛丽安娜,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多情的美丽女郎。 老人和他一起生活,一起出门看风景,天冷了把他带到屋子里取暖。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,直到2001年的一天。 老人发现自家的屋顶多了一只雄性白棺,两只白棺一现钟情。 老人意识到,玛丽安娜恋爱了,于是将雄性白棺取名为大客,把他也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。 大客对玛丽安娜非常好,每天除了捕食就是陪在他的身边。 天天腻在一起,很是甜蜜。 一段时间过后,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,老人也开心极了。 小宝宝孵出来后,老人高兴了很久,感觉自己终于荡上外公了。 大客当了爸爸后,也尽心尽力地捕食给玛丽安娜和小宝宝。 当然,老人也经常给这群特殊的外孙添补小鱼,精心照顾小外孙。 看住孩儿们棒棒哒,大客每天尽头更足,不停地外出叼回更多的鱼。 虽然任务中了点儿,但是宝宝们放心长大,巴比很棒的。 所以经常能看到的画面是,妈妈照顾孩子,爸爸在不远处站岗。 一家人奇恶融融。 妈妈帮你们认识这个世界,而你们,都是我的整个世界。 有我在,尽管长大。 就这样,幸福美好的日子走过了春夏秋三个季节,慢慢的,孩子们也已经长大,开始陆续离开家,去寻找自己的归宿。 最终只剩下他们两只,相互陪伴。 然而很快,秋天也慢慢过去,冬季即将来临,气温开始下降,小镇上的白帆们成群接对地离开了,飞向温暖的南方。 树叶落尽,寒一袭来,小镇子上只剩下这两只白帆了。 后鸟是扛不住北方寒冷冬天的,终于有一天,大腿在与玛丽安那缠绵举酒后,它,也飞走了。 只留下了玛丽安那和那个空荡荡的潮。 夫妻本是同龄鸟,大男来临各自飞。 爱情终究抵不过现实,这个冬天,真的很冷。 不心看走了,天空变得阴霾,刺骨的寒风呼啸而来。 玛丽安那看来是扛不住这个严冬了。 老人把她接到了暖和的屋里。 为了不让她太难过,老人还给玛丽安那播放了以前拍摄的她和大K,以及孩子们在一起的纪录片。 或许能驱走一些冬日的严寒吧。 就这样,在孤独和平静中,玛丽安那在老人的陪伴下,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季。 几个月后,第二年的早春,新树出了嫩芽。 但冰冰冻尚未消解,仍是春寒料巧。 一天清晨,老人在屋顶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 大K,回来了。 老人本来对大K默有好脸色,觉得她是个不新汉,可看到玛丽安那异常兴奋,也只能默默走开。 这对夫妻秒线面后,将头围成一个心形,相互无言,唯有泪千行。 看到玛丽安那心疼疲惫不堪的大K,老人赶快去抓了鸡尾鱼喂给她。 可大K不吃,却要执意用嘴雕助鱼,喂给自己的玛丽安那。 后来,在小镇子居民的提醒下,老人终于明白了。 大K不是腹心汉,千玺是候鸟的本性。 大K为了生活,她莫办法改变这样的习性,但是她爱玛丽安那。 宁愿每年飞越一万三千公里,跨越两个半地球,飞过无数山川大河,躲过桥过暴雨,熬过七历黑夜,也一定要来献她。 她是她的传说,是她眼中西西里岛上最魂千梦营的玛丽安那。 大K,她可能无法对抗自己座位候鸟的本能。 但是,她可以选择冬天来临时最晚离开,在春天刚刚到来时,最早回来。 因为,这里有她的爱人,她那西西里岛上美丽的传说,玛丽安那。 而为了这个传说,她跨越了两个半球,飞翔一万三千公里。 她能以最快的时间飞回来,需要跨过山河大海,躲过暴风雨,跃过凄厉的黑夜,顶住烈日的暴晒。 抱住旅途中各种不确定的风险,只为赶回来。 只为献你。 生活不止眼前的季节,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 在诗和远方面前,如果墨有你,我宁可选择飞回来,与你季节。 这对恋人又过起了狼情窃益和不要脸的美好日子。 在重逢的这一年,他们又生了很多小宝宝,并将他们的孩子抚养长大。 春去冬又来,美好的日子似乎总是短暂。 在第二年的冬天,还是和上年一样,所有的候鸟都飞走了,大客依然陪伴在妻子身边。 落叶飘尽,直到最后一刻,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 玛丽安娜怀念住美好的日子,整日守候在屋顶。 她知道,她一定会来,在那个美丽的午后。 来年早春,大客依是候鸟中第一个飞到小镇的白欢。 而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,同样的情节年复一年上年住。 就这样,她从2001年飞到了2017年,整整16年。 根据记录,世界上最长寿的白欢寿命为39年。 这意味着,大客依,她选择用她生命中一半的时间,飞向她的另一半。 莫有人知道她旅途中怕不怕。 如何排解孤独。 莫有人知道她在哪里落脚歇息,更莫有人知道她如何躲避天敌和各种危险。 人们只是知道,她从南非起飞,飞过了索玛利亚半岛,西奈半岛,伊拉克沙漠,再一路飞回克罗德亚。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,也穿过人山人海,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,从来没得到答案。 我不过像你像她像那野草野花,冥冥中这是我,唯一要走的路啊。 她就这样飞翔出自己的平凡之路,她就这样在爱妻转身的瞬间,飞到了她的身边。 这对鸟儿,每年都要经历整整一季的异地恋,加上大贵往返时间,几乎是分隔半年之久。 但她们坚持了16年。 这16年当中,每年刚刚开春,妻子玛利安娜就会站在屋顶,遥望南方,等待丈夫归来。 小镇的其他居民知道了这个爱情故事后,每年三月,都与玛利安娜一起等待大贵的归来。 期间不乏有人对大贵的坚持感到质疑,但是大贵从未让他们失望过,不论他在旅途中历经多少艰辛,他总会早早归来。 我飞翔上万公里,只为与你相聚的那一刻,最动人的忠贞,是不用言说的陪伴。 两年前,这个故事经媒体报道后,每年的春天,克罗的亚全国人民都会关注这对鸟儿相逢的故事。 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,热心的人们都会关心住大贵的行程。 每年春天来临,人们都会记录下这对夫妻重聚的那一瞬间。 甚至他们的故事,被做成了各种明信片,在恋人之间传送。 我飞翔上万公里只为与你相聚一刻。 你若生死相依,我便不离不弃。 曾经,一手飘扬过海来看你打动了无数人的心。 很多人说,年轻才会这样义无反顾,人心难猜。 付出到最后可能发现并不值得。 可是大贵却告诉我们。 爱,是不问之不值得,是愿意用生命去守护,用一生来珍惜。 在爱情里,陪伴才是长久的告白。 鸟依如此,人何以堪。 谢谢观看。 分享是一种喜悦。 更多宠物萌福趣事,请订阅。 小主万福。 请访新院订阅。 应该好好 representa。 amos啊! 比如说,小 Supra,我们对沙展地基建。 还有不再才能做。